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台北股市为何出现震荡 第一个 指数来到15000点之上了 本来就会有一些高档的一个震荡 这很正常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盘中 就是有一些耳语出来 传出说有本土疫情 当然以现阶段现在来看 疫情指挥中心也已经公布了 所以大家也应该都知道 就两例的本土是北部某医院的 所以当投资人在面对不确定的这些消息 我强调是不确定 当然会选择比较谨慎一点点 那即便是后来传出有两例的院内医生 有得到了新冠肺炎 但是对于整体而言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强调一点 涨多的股市跟股票 本来都容易出现震荡 这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平常心来试之 但是大家还是会很害怕 那我就跟各位来报告 我说那各位你想想看就好了 这一波从13000到14000 到今天才创新高15000 我说即便是 即便是有两例的 这个院内感染的一个情形发生了 以台湾的防疫经验来讲话 我相信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一个失控一个状况 那股市本身来讲 本来就是这样子 各位记得一点 一个股票或一个强势族群 当它在出量 在暴涨 在大涨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它 可是当强势股量缩拉回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介入 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我们慢慢检视一些 一些目前股市 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个情形 好不好 来 有没有资金 有吗 那市场上的资金在不在 这个不需要我讲 对不对 不要讲10年 这应该是20年 甚至30年一次的 超级资金大行情 美国无限量化宽松 这个不用我讲的 那台币本身 台股跟台币的呈现质相关 从31升到28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趋势没有改变 对不对 我说在这里 外资 它势必 必须要被迫回捕 为什么 它落后绩效 有没有 我甚至在当时 在6月3号的时候 我在很多媒体我讲 大家担心11000点 我说我在12000这边等各位 你趋势没有改变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想那么多 好 那盘面上面到今天 大盘 应该这样讲 大盘的话 来 这个高低点今天差了220点 136最低 跌了136 最高涨84点 我觉得这个震荡 幅度是合理的一个情形 那我观察盘面上的状况 它的量能 事实上来讲还没有到失控 还没有到失控 那重点 我们来看 因为大盘在这里 3600亿的成交量 其实只要 在这里 未来就算回挡 那只要维持量缩 我觉得都OK 不要再出现一个 这个爆到3500亿 或甚至接近4000亿的一个大量黑K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不会有这种多杀多的疑虑 OTC的部分 我们观察OTC的重点 以OTC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成交量 假设没有爆到1000亿以上 我觉得也还OK 你过去曾经有爆过1000亿以上 连续好几天 爆到1000亿之后 快速下跌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一个警戒量 OTC的警戒量 我觉得千亿不为过 千亿不为过 好 那今年233年台积电 维持强势 台积电维持强势 维持强势 可是台积电维持强势的话 反倒是上市贵公司 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有1600加下跌的 也就是下跌的加速是多于上涨 当然这个部分就反映到盘面上面 我跟各位讲的 投资人担心 下午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在高档这个地方 选择短线上面先做获利 拔档 短线上面 还有一点 盘式当中的 当冲的比重非常大 大概差不多都是 三成三到三成五 所以我奉劝大家就是 你盘中自己不要去追高 这个是我跟各位强调的 你要有个观念就是 你当冲可以 可是你当冲呢 你手脚必须要快 而且你必须实实盯着盯着这个盘 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人做不到 那该怎么做 其实 趋势向上 有涨价题材的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基本面来保护 再来我们再看几个现象 我说IC设计 这个龙头 我预估它迈向千元 很多东西大家 我在讲的时候 事实上是没什么人讲的 我记得我之前跟各位讲 我说联发科 它的历史高点 那个时候历史高点 二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历史高点 在786块钱 我当时讲那不会是高点 对不对 那其实转眼间又来到八字头了 我现在跟各位预告 IC设计的龙头迈向千元 为什么 IC设计本来就是高毛利 而且是属于怎么样 低库存的 你注意看一下 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提醒大家 当时IC设计的谷王 是台股的谷后 IC设计高价的 当时系列在2300的时候 谷王在3100 我就讲过 所以有一天谷后跟谷王 会不会反转 我其实都领先 跟各位讲 因为你发现到 其实谷王 他是在走一个空头 华为对他的冲击 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可是系列KY 基本上来讲 IC设计有他的先天优势 他毛利率其实是非常高 而且是属于什么 小股本的 毛利又高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我说IC设计 挑战谷王 谷王换人 我都跟各位讲了 那你看今天 我所讲的这些东西 谷王今天在 今天2970块钱 低档 CDK在2790 一个是2790 是2970 2790跟2970 谷王跟谷后 以收盘价来看 谷王股后 差250块钱了 在一个停板之内 所以如果 如果 动作快的话 搞不好这个礼拜 你就会看到 谷王换人座 换高价的IC设计 你看其实今天 台股有7档 1000块钱以上的 我们刚刚讲台北股市 上市贵加起来 有1600家下跌 那各位你知道 今天高价股 这7档千金股当中 有4家上涨 3家下跌 我讲的这是一个趋势 跟今天这个大盘 其实各位你去想一想 回到我们讲的重点了 我说四星KY 我当时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加码单 633块钱 我看好它是台积电概念 而且它是 AMO架构当中 在7奈米NRE当中 它算是领先 它是Pioneer 前三季赚了 接近一个股本 9.79元 已经超过2019年 7块2毛的全年了 所以它也是成长股票 那这种高价的IC设计 类股当中 其实很多资金大的人在这里 你是很容易赚到钱的 因为你看 从633块钱 我们的加码单到840块钱 才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07块 涨了207块钱 你只要买一张 就是20万 一张其实不多 对不对 你600多块股票 你一张 等于你60几块股票 你买10张 是一样的道理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你想想看 才短短的 不到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一张CDKY 是20万 10张是200万 所以为什么很多资产 比较大的投资人 他们偏爱高价股 那又提到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今天 1600多家下跌 可是千金股当中 上涨的却比下跌的 加速还要来得多 而且千金股当中 绝大部分 除了股王大力光 跟1590的亚德克之外 其他五档 有四档是高价 有四档是IC设计 另外一档不是 那档不是 是今天涨停板的 续准 但是这个今天不是重点 来 我讲的是高价IC设计 你拉回你要留意买点 那四星KY 今天第一天分盘交易 第一天分盘交易 其实我们当时 有跟各位谈 四星KY 前三季赚了9块7毛9 已经胜过前一年 全年的7块2毛 其实你看看 营收的部分来讲 都是大幅度成长的 你从那柱状体当中 可以看到 它的趋势是 业绩是持续向上的 所以我认为 第一天分盘交易 这个股票 拉回要留意买点 拉回要留意买点 当然 其实 在操作上面 在操作上面 我当时跟各位讲 你要留意 我们前面布局了 18号在做加码 633上下买进 我就跟各位强调这样子 涨到683块钱了 这样就20块钱了 从6字头到7字头 330到770 而630到770是多少 从6字头到8字头 633到835 5张是100万 你买一张就是20万 到昨天最高来到840 10张就是207万 所以我觉得今天分盘交易OK了 重点是它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趋势有没有改变 再来 艾浦 今天最高来到549块钱 再创新高 你看它的营收 12月月增29% 年增41% 所以年月都是双征的 都是双征的 当然最主要 其实我跟各位讲 艾浦这间公司 它所做的是过去没有人尝试过的 就在晶片的整合当中 它把两种不同功能的 在逻辑运算的IC 以及在记忆体的IC 在这种两种不同功能的IC 你如何用一个跟以前不一样方式把它封装在一起 那你不但可以减少它的一个空间 而且怎么样 你必须维持它的效能 甚至于你还要提高它的效能 这个就是人家赚钱的地方 也就我们常常讲 这肯定独自的东西 市价买进艾浦 1月7号 这个都跟各位讲 10点46分嘛 484块钱了 各位都可以去查嘛 股票不要追啊 股票真的不用追嘛 你484轻轻松松买啊 礼拜四买 上礼拜四买啊 隔天就涨了532块钱了 我光讲礼拜四买 礼拜五就涨了532 那你484到532 这样不就48块钱了吗 其实你买个两张一张都可以 重点是你能不能了解趋势 所以为什么会跟各位讲 我说我没有带你做大力光 我也没有带你做CDKY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一点 现在的盘势 资金的流向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7档千金股当中 有5档是IC设计 为什么我在11月份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可能大力光股王要换人做 你趋势对了 操作上面 你要赚钱就比较容易 各位想想看我讲的对不对 484到535块钱 10张就是50万 才几天 礼拜四买的 礼拜五一天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礼拜一回来 直接拉到535块 10张就是50万了 到今天 来到549块钱 4天的时间 484到今天 549块钱 4天65块钱的价差 这时候跟各位强调 今天再创新高 535块钱 短短三天 大赚51块钱 昨天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 所以我想 就整体而言 你拉回你要懂得买 高价IC设计的部分 那国具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国具今天 拉回 当然 如果今天 你不敢追的话呢 那我想请问各位 当它营收成长 当它第一季还在涨价 当连日本的龙头春田 都告诉你 交期要延长的情况之下 你面对一个大趋势的股票 一个大趋势的股票 你是不是利用每一次拉回 你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价差空间 我主问各位这件事情就好 一个趋势向上的股票 利用每一次拉回你买进 你是不是能够赚更多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强调的重点 所以被动原件国具 未来会涨到哪里 它的目标价在哪里 你手中有的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扩大你的获利 当然如果你不是 这波国具 假设你不是昨天追的 我想绝大部分人都赚钱了 所以你现在有国具的 除非你是昨天买 昨天追高或今天你去买 大概没什么赚赔之外 所有看我节目的人 你国具应该都赚钱 那你手中有国具的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这个非常重要 在这个地方 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大家马上回来 我要叶住后宫 投一把钥匙出来 这可是灭门的罪恶 你若发誓效忠于我 我可将婉儿嫁于你 还有更多你想要的 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 十字枇杷润口肠 庆余年 超级食物 超级营养 我选贵格五脉古针 严选藜脉 燕脉 草脉 黑脉 大脉 五脉 超级食物 超强能量 好体力 减糖 又好喝 贵格五脉古针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苹果氧化就会 快掉 那衣服氧化就会 臭掉 皮脂氧化会发臭 终结臭味 要抗菌更要抗氧化 全新日本Ariel 不只抗菌 更首创抗氧化科技 防止皮脂氧化 抗菌更抗氧化才是真干净 日本Ariel全新上市 其实只要使用了两三周 你就会开始发现 斑点还已经找到皱纹 真的有一天一天地在变淡了 而且细致度也好很多 斑点都有在变淡 安美诺属于你的美丽承诺 抗菌又抗臭 才是真干净 Ariel新年优惠组热卖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日本潘庭发的青春露洗发精 超过15年研发 LipoShot超微渗透因子 配方保护头发脚蛋白 让头发柔滑又有光泽 日本潘庭 你害怕美丽流失吗 我不怕 我的美丽来自密露科纳 日本新一代美激能量 光速绝胶原蛋白 让你一烹二样三透亮 四周就有感哦 快搜寻光速密露 限时790元 好 那我想在高涨震荡 投资人都多多少少会担心 不过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点 每年第一季真的是最好做的 从我当时跟各位讲 远远的外资效益 它为什么要回补 到2月过年 每年的红包行情 到3月份融券 嘎空 强制回补 这一路以来 3月 4月 5月甚至到6月 但总体而言 第一季的行情会比较好做 再加上今年 同时有这三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大家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自己的资金 自己的资金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会怕 你再怎么怕 你一万一也怕 你到一万五还是怕 那你怕到现在的人 还是没有赚到的钱 但现在重点是 现在重点是 如果拉回你敢不敢买 你要买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 我没有放空 我为什么跟你提 股王跟股后 可能会换人做的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趋势 资金的流向 你必须要掌握住 汽车电子高价 IC设计 以及被动元件 那这些或许 或多或少 除了涨价题材之外 那另外资金的流向 群联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股票其实 你要去追它 你追你赚不到钱 我讲坦白的 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布局 你坦白来讲 你怎么都赚钱了 怎么都赚钱了 昨天跳空涨停满上去 大涨 那SSD控制晶片出货 预估成长幅度来讲的话 12月开始 成长都是以倍数 这个地方来计算的 那第四季开始在调涨 报价接近两成 那看好是第一季 它报价持续上涨 当然全联本身 它也是基欧股 它前三季 已经赚了24块多 接近25块钱了 8299 各位可以看一下 前三季赚24块9毛4 那再接近25块钱 所以以它的预估本益比来看 赚三个股本没有问题 大概预估赚34块钱以上 这是一个低标 那你34块钱以上的话 你就算来到高标的部分 你说低标35块钱 那35块钱的本益比 大概差不多11倍上下 你看大盘现在本益比多少倍了 台积电本益比多少倍了 所以整体的全联的本益比 算是相对偏低的 提早布局 持续加码 所以你这样才能赚到 它的一个上涨 不是说这个地方来 你去追它 你各位懂意思吗 其实跟各位 我今天再买了 9点2分再买了 我买在这里 9点02分我再买了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我预估它 至少是30块起跳了 如果来到高标36块钱的话 36 37块钱的话 那个本益比 大概差不多10倍出头而已 所以我觉得 你们倒不用担心 那我现在重点是 拉回明天如果震荡呢 震荡拉回你敢不敢买 没有上车的人呢 洪康也是一样 这个业绩大幅度成长 前三季4.78元 那市价买进 我也跟各位讲嘛 我也不追嘛 我也告诉你说 在这里113买的 时间都告诉大家了 在这里买 对不对 那两天的时间 从113到125 我还是没有卖啊 今天杀下来 我还是没有卖啊 不是又给你拉回来 不是又拉回来吗 所以你每一次的拉回 你要掌握到业绩 像这种业绩 业绩大幅度成长6457 你看 12月营收 比上个月成长19% 比去年成长112% 赚4块7毛8 那预估呢 一篇预估7块起票 所以我想 大盘叠大家会担心 不过我要呼吁一点 在这里 元月份的行情 最好赚 那元月红包股 做对做错 差很多 做对就赚 做错就套 好不好 那你要想跟上这一波 元月份红包股的呢 花一块钱的 花一块钱的成本 节目结束十分钟之内 节目结束十分钟之内 来电 这档元月红包股 通通都有 一块钱的 一块钱 节目结束 十分钟之内打电话来 这档元月红包股呢 终通都有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